通俗易懂聊宇宙 这里是俗说宇宙 我是林沫 俗说宇宙这个系列 讲了太阳系 银河系 和外星系 现在到了最后的宇宙部分 在这部分中 前面八期 我们主要说了两块内容 一块是大爆炸理论相关 包括暗能量在内 一共做了有六期 另外一块就是前面 关于宇宙形状的两期 不像之前偏天文的内容 虽然尺度大了点 至少还能去想象 对于天文学家们的观点 大家多少也都能认同 但是自从科普到宇宙这块 内容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不少人感觉 自己也能说出点见解 甚至觉得能和那些 宇宙学家们一起高谈阔论 反正你也是瞎猜嘛 那我感觉我的想法 还更有道理 所以在开始今天的瞎扯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先做些铺垫 以前在《闲说闲论》系列里说过 科学家的猜想和我们普通人的猜想 那完全是两码事 学术上无论是猜想也好 假说也罢 这些都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模型之上 以严谨的计算为依托 完了配合一些形象的描述去想象 就是说想象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 并不是主要的方式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基于日常生活 或者科幻作品产生的想象 我觉得应该叫脑洞更合适 除了和科学家拼想象力外 还有些人他会觉得考虑宇宙这事 对于人类这种蝼蚁来说 完全没啥意义嘛 就像那本书的书名一样 这个宇宙和我有什么关系 把时间精力 人力物力 画在那些更现实的地方不好吗 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讲到银河系部分的时候 就解释过 简单说 除了科学本就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之外 科学的发展往往来源于节外生枝 宇宙并不是孤立的个体 不是说研究它就单研究它 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宇宙的一部分 随着你对宇宙研究的深入 同时也会带动科学不断的向前发展 举个非常小的例子 如果不是发展载人航天 我们可能连尿不湿都用不上 而且人类对宇宙的这份好奇心 本就是与生俱来的 谁不想看看外星人到底长啥样 宇宙到底是从哪来的 它有没有终结的一天 以及今天我们要说的 它的外面到底是什么 要说宇宙之外 首先要说清什么是宇宙 定义不同 范围也不同 自然相对的外面也不尽相同 说到宇宙这个词 汉语中很多人知道那句 上下四方曰雨 古往今来曰昼 上下四方指的就是我们所在的空间 古往今来很明显指代的就是时间 空间加时间组成的整个时空 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宇宙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对应的英文单词应该是cosmos 因为侧重点在结构体系方面 但是还有一个表示宇宙的单词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为常见 就是universe 和侧重结构的cosmos不同 universe显得更抽象一些 通常表示世间万物 所有的一切 有点全部的意思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它本就包含了所有的全部 因此逻辑上来说 宇宙没有外面一说 你再怎么套娃 我也能定义一个全局的概念 不过这种解释显然太无聊了 肯定无法满足你的好奇心 所以我们重点还是从结构角度来说一说 结构上的宇宙 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可观测宇宙 通常情况下说到宇宙 基本都是指可观测宇宙 对于它你可以理解成 就是以我们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看去 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宇宙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虽然叫可观测 但它并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的去观测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区域 我们都只能看到它们过去的样子 我们知道 可观测宇宙半径大约是465亿光年 从光行时间来说 137亿岁的宇宙年龄似乎有点不合逻辑 但别忘了 宇宙可是一直在膨胀中 只要两处距离足够远 它们之间新空间出现的速度 甚至会使它俩以超光速远离彼此 不过宇宙膨胀带来的这种超光速 并不是真正的运动超光速 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光走过的路程被拉长了 从而造成的一种视觉上的超光速 所以我们观测到的很多地方 比如那些高红移的类星体 它们目前正在以超光速远离我们 我们之所以还能看到它们的景象 那其实是它们很早很早以前 当时距离我们还比较近的时候的样子 而它们现在的样子 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看到了 因为此刻它们发出的光子 即使以光速飞向我们 速度也比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慢得多 这部分信息对我们来说永远的丢失了 因此对于可观测宇宙来说 它的外面显然和我们已经观测到的宇宙类似 只是因为距离太远 超过了目前的世界范围 我们看不到而已 不过可观测宇宙之外的区域 也不一定永远就看不到 抛开技术不谈 现在位于可观测宇宙边界之外的附近区域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发出的光子 未来还是会到达地球 也就是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大 到那时理论上我们会看到一些 以前无法看到的宇宙之外的景象 虽然理论上来说 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星系 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星系所发出光的波长 会因为宇宙膨胀而被拉得越来越长 表现出来的就是它们的红移在变得越来越大 就像在不断地靠近黑洞的无限红移面一样 它们的景象会变得越来越红 越来越暗淡 直至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虽然很多情况下 人们都会用宇宙一词代替可观测宇宙 但是我们也说过 可观测宇宙可能只是我们所在的 整个宇宙的很小很小一部分 甚至说 整个宇宙可能拥有着无限大的空间 在该空间中 对于每一个观测者来说 它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可观测宇宙 因此 这些可观测宇宙都属于同一个宇宙空间 所以它们都应该拥有着相同的物理定律 虽然物理定律相同 但对于每一个可观测宇宙来说 它们可能会有着不同的初始状态 比如物质的分布和后续的演化 这些将会决定哪些地方会出现星系 哪些恒星会拥有行星 哪些星球会出现生命 而哪些生命会发展出文明 这其实就是泰格马克所说的第一层平行宇宙 如果整个宇宙确实拥有无限的空间 那么从数学上来说 总有一个平行宇宙会和我们所处的宇宙一模一样 在那个宇宙中 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正在看一模一样的视频 根据永恒暴障理论的预测 你和另一个你之间的距离 只有10的10的29次方米 这么近吗 概率有这么大吗 如果你是这个感觉 显然你对这个数字有多大并没有概念 这是一千万亿 一后面十五个零 这是一骨格二 也就是一万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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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一后面一百个零 据说骨格的名字就来源于它 而这是10的10的29次方 没错 根本没法显示 因为一后面跟了十万亿亿亿个零 什么概念 即使是用一个像素来代表一个零的话 那么也要用超过30亿亿台8K显示器 才能显示完 现在知道为啥前提是无限空间了吧 怎么样 宇宙之外的广阔有没有超出你的想象 但这就完了吗 就算是包含了那个一模一样的你 以及每一个可观测宇宙在内的整个宇宙 那它也只是我们所位于的这个宇宙 而且根据永恒暴障理论的预测 我们的宇宙仅仅只是更大空间中的一小块 已经结束了暴障的区域 而类似的区域或者说宇宙 还有无数个 那些宇宙会是什么样 对它们来说还有外面吗 宇宙之外 下期咱们接着聊 这里是林我说宇宙 通俗欲懂聊宇宙 下期见拜拜